火爆兔毒 特别的香啊 火爆兔毒 先洗一下兔毒 那百醋是为了让它去腥 并且更好地给它做一个消毒 兔毒清理起来需要花一点时间 把兔毒里面有脏的地方 全部给它清洁干净 冲洗干净兔毒后 拿刀把他切成小小块的 稍微给他拿一点东西腌一腌 顺便取取味 水芹菜 水芹菜切段 真的特别特别香 先把兔毒饭热水里面焯一下 半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 热锅冷油下葱姜蒜 两勺皮线豆瓣酱和干辣椒 炒虾以后火速加入我们的兔毒 简单调个味 加入水芹菜给它爆炒一下 加入白糖和锅边醋 一勺鸡精收尾 这样一份简单的火爆兔毒就做好了 兔毒多女人 不吃你难体会啊 将艳艳艳的兔毒快来尝尝吧 火爆兔毒 特别的香啊 自贡人真的是把兔毒给吃明白了 兔毒这个地方 要不是因为去自贡吃过 我还真不知道兔毒这么好吃 又脆又不腻 它那个脆吃起来是特别有韧劲的那种脆 水芹菜这个东西这个鸡椒是买得到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 兔子这个东西是真的好 浑身都是饱 我们得好好珍惜它 这次的兔兔料理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点赞哦 小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